帝王要是最好的 释迦摩尼佛早就做帝王了 他为什么不敢 聪明了 真有智慧啊 一生 你看讲经教学 那真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老师把这句话告诉我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他一生也是最高享受 为什么呢 他在台湾 万年 大概是五十岁以后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四十多岁 不到五十岁 我们摄影棚挂的这张照片 就是当年我跟他学 就是这张照片 不到五十岁 晚年 二十多年 在学校教书全讲佛经 他在学校课程 开课程 开大臣佛学 开卫经佛学 随堂佛学 以后在台大退休 府人大学请他去 他在府人大学讲华言哲学 都是大单元 全讲佛法 人生最高享受 我是跟他学哲学的 以后学佛 就他告诉我 摄加摩尼佛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这样入佛门 不是迷信 不是求荣华富贵 我们求人生最高的享受 学佛之后 就遇到张家大师 大师很慈悲 他叫我出家 我听话 他叫我学释迦牟尼佛 叫我去念释迦谱 释迦方志 就是念释迦牟尼佛的传记 学释迦牟尼佛 我们这才了解 原来释迦牟尼佛 三十岁开悟 开悟之后 一生讲经讲学 七十九岁 缘吉 缘吉在树林里头 没有在房子里 一生 树下一宿 日中一时 过这么简单的生活 那就是人生 最高的享受 这世间人不知道 每一天去脱波 都辛苦 一波千家饭 那能好吃吗 我们总是怀疑 大臣今天都多了 才恍然大悟 原来什么 静随心转 脱一波饭 这是劲吗 佛的心好 心太善了 那个事物到嘴里头 都变成上位了 最好的味道 不管从哪里 要脱来的 只要到他口里头 都变成上位 他能转境界 所以他身体好 他不生病 我们看看他的生活 好像很苦 实际上 他是无比的快乐 这世间人 没有办法 能跟他相比 那真快乐 真自在 所以教学 这个里头的 乐趣 你没有生进入 你不懂 你要知道 这个味道 这世间 什么样的快乐 你都会把它 抛弃掉 这个快乐 这个乐 超过它了 那不是世间 任何乐死 能够相比 这其乐无穷啊 这些人 那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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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